哈利伯特突然被额头上的大包腾形,实在无法忍受了,只好拿出镊子紧有牙关将包捅开,然后用力拽出一条长长的虫子,活蹦烂跳的样子看上去十分下饭,蛋白质含量有牛肉的十倍,这里是南美洲热带雨林,无数蛇虫属里的天堂,但却是人类的地狱,没有人能轻松存活,我知道有很多人无法面对现实的压力,心里有了去大自然中探险的想法,我劝你们不要这样,因为你们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。 哈利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欧洲年轻人,觉得人不该雄鬼岛居的活着,于是当上了业余旅行家穷游世界,榴莲在各处光光圣地不可自拔,欧洲人骨子里流畅着冒险,或者说作死的血液,哈利总是能遇到许许多多旅行的爱好者,几乎每个夜晚都在野外搭着帐篷,天南地北坎大山的度过,来到南美洲后,他劫死了两个小伙伴,文质彬彬的玉田和乐观开朗的永强,三人成了 形影不离的旅友,直到有一天,一个叫贝爷的冒险家主动找上了哈利,邀请他跟自己一起旅行,贝爷知道某座雨林的深处,有一个原始印第安人部落,名叫象牙山部落,纯正的土著人哦,没有被现代文明征服和污染,在那里我们可以体验最原始的生活方式,哈利心动了,力劝永强和玉田一起去,象牙山很有可能是仅存的原始印第安部落了,从来没有与外人接触过,除了偶然找到那里的贝爷,难道你们不想见一见地球上最后的净土吗? 这不废话吗?但问题是听上去也不太靠谱,别人都没见过咱们就能见到吗?不过在哈利的坚持下,两人还是去见了贝爷,贝爷表示自己有丰富的丛林生活经验,虽然象牙山部落在原始大雨林的深处,在地图上一片空白,但我可以带你们徒步找到那里,从而留下最美好最珍贵的经历,这正是旅行的终极意义不是吗? 永强和玉田听后心仰难难,也觉得贝爷是个靠得住的家伙,终于忍不住答应一曲旅行,由于需要在丛林中步行数日,贝爷构子了一些必要物资,但带的干粮不多,因为丛林里最不缺的就是食物,另外丛林深处都是未探索的区域,所以地图根本用不着,最好跟着河流走,河流才是最可靠的伙伴,那么你们先把钱付了吧? 三个小伙伴一脸懵逼,原来不是免费的导游啊,一个也是50块倒也不多,随后四人乘坐飞机来到了巨大的丛林面前,三个小伙子无比兴奋,真正的探险开始了,然而他们哪里知道,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永生难忘的意外之旅,晚上四人愉快的扎营休息,第二天继续赶路,走着走着,贝爷忽然提醒要下雨了,不久后果然灵验,看来贝爷没有吹牛,他对丛林了如指掌,小伙子们也开始体会到了丛林的残酷,他们以前只是在各处风光圣地旅行,这是第一次真正 深入原始世界,连最基本的徒步赶路都是异常疲惫,好在慢慢的也就习惯了,下午时贝爷发现了一只猴子,举起猎枪一枪打下树来,然后追上去用枪拖砸头,玉田求给个痛快,但贝爷根本不留情,因为在丛林里永远不要浪费子弹,晚上贝爷就迫不及待的烤熟了猴子,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满嘴流油,哈利和永祥也硬着头皮尝了起来,感觉倒是不错,况且干粮不多,不吃这些也不行,只有玉田不论如何也无法下口,贝爷只好帮他另做米 饭,对了今晚不要熄火,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美洲虎的生活区域,美洲虎十分擅长抓猴子,在他们眼里我们也只是又大又蠢的猴子罢了,第四天时,玉田不小心弄伤了脚,这下速度被大大拖慢,贝爷一直贴心的照顾玉田,搞得玉田对他越来越依赖,哈利和永祥看在眼里气在心里,不明白这个妈宝男为什么非要跟来,你说就这样的爷,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,走走道还脚疼,来荒野里求什么生啊,真是又菜又爱玩,接下来贝爷不得不改变计划了,照射速度最少还要四五 天才能到象牙山,可是玉田的伤坚持不了,必须返回救治再做打算,哈利和永祥一听就急了,明明成功在即怎么可以功亏一篑,永祥看着地图忽然想到了办法,象牙山就在这条河流的下游,咱们可以做个木筏顺流而下吗,贝爷的神情越来越难看,表示这条河流可不好对付,但永祥十分坚持,哈利和玉田也都赞成,三比一之下,贝爷别无选择,于是四人热火朝天的忙碌了起来,扒树皮照绳子时,哈利突然被蚂蚁咬了一口,瞬间疼得 又蹦又叫,这是一种火矣,毒液能使人剧烈疼痛,西班牙传教士曾把不肯信上帝的印第安人绑在树上,然后浑身放满火矣钉咬,从此之后传教就十分顺利了,就这样一艘简易但坚固的木筏成功下水,三个小伙子成就满满,却见贝爷一直神情凝重,完全没了之前丛林之王的堵定,平缓的漂流大半天之后,前方忽然出现了一段向下的急流,木筏变得摇摇晃晃,贝爷顿时急的大喊向右,接着又大喊向左,然后又叫哈利用� 杀子控制方向,结果这地方根本无法下赶,之后贝爷的指挥越来越是混乱,搞得木筏好几次差点撤翻,永强见状不干了,不断指手画脚提出一意,贝爷被搞得恼羞成怒,差点和永强打了起来,幸好吵着吵着,来到了相对平缓的地带,贝爷恼火的将木筏停下,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算了,免得被这位美国队长害死,如此一来大家都弄得很不愉快,永强看出贝爷吓坏了,他告诉哈利,很有可能是贝爷不会游泳,没想到第二天贝爷直接摊牌,他� 绝对不会再下水,至于你们随意,哈利和永强决定继续划船,毕竟闹掰了分开一下也好,关键是两人想证明自己的能力,既然是来丛林里冒险的,没有向导怎么了,玉田则继续和贝爷一起走,他的脚已经好得差不多了,而且感觉永强现在很厌恶自己,之后贝爷详细的指引道路,再漂流到半晚估计就到了,但一定要注意几处危险的急流,因为绕了大半天的偏路,贝爷和玉田需要在丛林中穿行三天才能到,那么咱们就在象山会合吧,永强很有信心,因为他原来 就是划船高手,在他的带领下,哈利的技术也突飞猛进,漂流变得十分轻松顺利,而这也麻痹了两个菜鸟的神经,贝爷提醒过必须在一处极其危险的急流前停下,可等两人发现时为时一晚,这里的水流太强根本没办法控制木筏,很快重重地撞上了一块岩石,幸亏如此两人被停住了,但也只是暂时的安全,水流太过湍急,永强让哈利不要乱动,接着一猛子扎入河中,凭借过人的水下功夫与急流搏斗,居然九死一生的成功上了岸,永� 永强随即去找藤子拉哈利,可是为时一晚,木筏突然被急流撞飞,哈利顿时跌入水中,他可没有永强的两下子,只能一边拼命挣扎,一边被裹挟着冲刷碰撞,也不知被折磨了多久,宾死的哈利总算抱住了一块岩石,捡回了小命,他赶紧惊魂未定地往回走,但直到入夜也没能返回落水地点,只好瑟瑟发抖地找个地方躲了一晚,隔天哈利继续沿河寻找,居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没有被冲走的背包,这无疑是救命稻草,可 他再也找不到永强了,绝望担忧了半天后,哈利鼓足勇气走入了丛林,决定继续不行,前往象牙山,想必永强也一定会去那里,他没有吃的,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些野果,不料去摘的时候,竟然撞进了一条大蛇,哈利吓得一屁股掉下树,但跟着又鼓足了勇气,胆小鬼是没办法在这里活下去的,只见他重新爬了上去,接着一股作气拽下蛇儿,举起石头就是一顿暴击,这下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问题都解决了,看来老子是天生的冒险家嘛,如今没帐篷 晚上只能找个角落躲着休息,以前听着鸟叫虫鸣是一种享受,现在却是说不出的圣人,梦中他来到了东北富士殿,人们是那么的和善,大辣皮是那么的香甜,这是哈利旅行以来第一次想念文明世界,丛林中危机四伏,尤其是对哈利这种失去向导的菜鸟而言,他隔天就招伤了寄生虫,居然钻入额头打起了窝,为了避免被吃掉脑子,只能忍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强行挖出,又是茫然无助加恐慌的一天,这一夜玉台竟然跑来找哈利了,但哈利很 快发现只是幻觉,自己实在太渴望回到大家身边了,之后哈利又听到有东西正在靠近,幸好背包里有手电筒,威慑着对方一时不敢发起攻击,哈利又拿出大火机和杀虫剂,逐渐看清来者,竟然是一头美洲虎,他赶紧抢先一步喷出火焰,幸运的用高科技吓跑了虎子,这你妈简直太刺激了,新的一天继续忍急挨饿地赶路,走着走着惊喜的发现了两颗鸟蛋,敲开一看都快扶出母鸡了,虽然残忍,但自己要活下去,只能忍 忍着恶心和歉意直接生存,之后哈利终于找到了一座印第安人村落,但早就搬到人去楼空,难道这里就是象牙山,巨大的绝望几乎击垮了他,事已至此,只有另门出路了,偏偏最近的旅游镇子也得至少走上好几天,哈利只能拼命鼓励自己一定能行,却见自己的双脚早已被磨得血肉模糊了,他忍不住大骂自己是傻逼,为什么非得产能做死,来到独立求生的第四天,哈利竟然发现了一个人类脚印,当真是喜同天降,一定是永强吧, 哪知道接着又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蛋壳,不正是自己昨天干的好事吗,果不其然,脚印也是自己的,哈利瞬间从天堂崩溃至地狱,自己是彻底迷路了,他不仅想起一年前,父亲无法理解他的选择,明明已经考上了法学院,为什么要突然休学去丛林里冒险呢? 父亲告诫他,循规导具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,而这猛然惊醒的哈利,对啊,正确的人生道路,贝爷明明说过,在丛林里河流才是最可靠的伙伴,自己应该一直沿着河流走才对,那样才更可能获得救助,然而现在太晚了,迷失方向的他只能无头苍蝇般乱走,终日忍受着丛林的恶劣环境,还有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的饥饿摧残,想回到河流难如登天,事先来到永强这边,他机灵地沿着河流求生, 数日后终于被当地人发现,然后来到了最近的旅游小镇,官方有救援飞机,在永强的带领下开始了搜寻,可是想要在茂密的丛林中找人,几乎是不可能的,哈利倒是看到了飞机,但他没有信号弹,也不会生火,又有什么用呢? 就这样来到了哈利失踪的第18天,官方不得不放弃,没有人能存活的,可是永强依旧坚信哈利还活着,自己哪怕在土部进入丛林寻找,也绝不放弃,负责人被感动了,于是介绍了一位本地船长,他对丛林里的河流了如指掌,找人比飞机更靠谱,而这么多天过去了,菜鸟哈利竟然还真的活着,但已经和死人差不了太多了,严重缺乏阴阳使他举步维艰,神志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,这天他又遭遇了最经典的泥潭关卡,无力的只能束手就擒, 好在背包延缓的下降速度,他又碎了一小会儿,这才打起精神,牵住了头上的一枚树叶,还是那句治理名言,在丛林里蚂蚁都要比人强壮的多,他总算艰难的爬出了泥潭,但背包是拿不回来了,也彻底丧死了最后的体力,便在这最后的绝望时刻,哈利忽然看到了一棵爬满火蚁的小树,之前被咬的精力涌上心头,于是他挣扎的爬了过去,脱掉上衣疏死一搏,将无数火蚁摇落到身上,火蚁们很快一口口的啃咬起来 哈利瞬间陷入了巨大的疼痛之中,从而爆发出一波又一波的精神潜力,借此往前拼命的冲刺奔跑,沿途不断出现朋友和家人的幻象,纷纷大声鼓励他,终于奇迹发生了,哈利竟然一口气跑到了河流旁边,他用木头摆出求救信号,这一刻他忘却了一切恐惧和绝望,满怀虔诚地向上舱感谢和祈祷,第二天永强果然来到这里,但哈利不知所踪,永强也没有注意到求救信号,船长安慰他已经尽力了,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,咱们走吧 永强只好痛心地作罢返航,就在这时,躲在暗处昏睡的哈利突然醒了,就像心有灵犀一般,可是他太虚弱了,根本来不及追上去,嘴里也没有力气喊出哪怕一个字,万幸奇迹又一次发生了,永强也突然心有灵犀地转过头,一对好伙伴终于再一次相拥,这是人类求生史上的一次真实奇迹,说回现实,哈利和永强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贝爷和玉田,下场可想而知,后来大家发现贝爷是个通缉犯,他之前就做过导游,带领其他游客深入 丛林,完了就被通缉了吗,据说被他捣过的人都捣丢了,而贝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,为什么总把人捣丢呢,是能力不行,还是要干啥,恐怕永远都是个谜了,哈利和永强则成了最好的兄弟,两人也并没有因此放弃热情,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处看到他们的冒险身影,这部电影真实的上演了荒野求生的艰难,跟贝爷得爷的精彩节目还是有些区别的,在电视节目里永远都有卫星电话和上吊羊, 所以不被害怕死亡,但现实没有上吊羊啊,以此来真诚的告诫各位朋友,千万不要有去冒险的想法,因为你们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